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元帅是不是想模仿孙殡的笔迹 再写一封意在背叛魏国的信交给大王 不用再写一封了 只要在他的信中加上这样两句 小弟今日虽被魏王封为克卿 但是心怀故国故土 不久将设法归去 倘若齐王不弃 小弟当尽力辅佐 好 还是元帅想得妙啊 大王 什么事啊 微臣的士兵抓到一个齐国的奸细 在他身上搜到一封孙殡给他齐国兄长的信 信中有叛魏归齐之意 微臣与孙殡虽是同窗好友 但不敢隐瞒大王 请大王过目 寡人已经答应他 在他建功之后便封他为元帅 他为何还要抛弃寡人呢 父母之邦谁能忘怀不顾 大王即使封他为元帅 他也不会尽力的 当年 孙殡的曾祖父孙无子 甚得吴王重用 吴王使他名扬天下 可是他最终还是抛弃了吴王 回到齐国 既然如此 那你为何还要把孙殡推荐于寡人呢 孙殡精通孙子兵法 大王若不用他 他将为齐国所用 孙殡一旦为齐国重用 必将威胁大王的霸业 孙殡不愿为寡人尽力 寡人如何用他 大王若不能用他 就应该将他处死 否则以后 他必将是魏国的劲敌 孙殡是因寡人之招而来 如今叛位之罪尚不明显 寡人若贸然将他处死 天下知识闲人 谁还会来投奔寡人呢 大王 当年公输相国将魏秧举荐给大王 大王未能用 公输相国让大王杀了魏秧 可是大王心思手软放了魏秧 魏秧要去辅佐了秦王 使秦国国富兵强 无时不再威胁大王 难道大王还想让孙殡成为第二个魏秧 孙殡人才难得 杀他太可惜啊 你们是同床好友 你应该向他说明厉害 劝他留下 为寡人建功立业 寡人绝不会亏待他 他如果还是想走呢 寡人人之意尽 他若还不肯留 寡人就不得不杀掉他 孙兄 我已反复向大王解释 可是大王始终不答应 这可怎么办 我的唐兄接到我的信 一定日夜盼着兄弟团聚 可我却无法回去 要不你再写封信 向两位唐兄说明缘由 不 这样也不行 他们会以为你做了官 把他们给忘了 我去见大王 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孙殡 寡人待你不保 你为何要背叛寡人 大王的话微臣不明白 你要回齐国 那就是背叛寡人 大王误会了 我回齐国 真的是为了和亲人团聚 你骗不了寡人 来人 在 拉出去 杀 大王 大王为什么 大王 大王我们骗你 大王 大王你要名差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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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刑 手下留人 孙兄 孙克青犯了何罪 背叛大王 这不可能 孙兄 你如何得罪了大王 先弟 我可没有得罪大王 是大王误会我了 孙兄冤枉 小弟这就去面见大王 为孙兄辩白 你们等着 大王 孙辩虽然有背叛大王之意 但罪不至死 除死孙辩 是你为寡人出的主意 微臣说是说 大王真要除死孙辩 微臣实在于心不忍 微臣与孙辩 毕竟是同传多年 寡人当年心词手软 放走未央 留下后患 今日寡人 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大王 不杀孙辩 也可以不留后患 而且还可以免遭世人的非议 说吧 你打算如何处置孙辩 大王 免去孙辩的死刑 除以病刑 剔去他的膝盖 使其成为废人 让他终身不能返回齐国 这样的话 大王既可以免遭世人的议论 又可以不留后患 岂不两全其美啊 好 就按你说的意思 兄弟 我求求你 不要伤我的腿 孙先生 大王之命 小人不敢违抗 那你去求大王 或者砍掉我一只胳膊 或者忘我一只眼睛 不要伤我的腿 伤我的腿 我无法为大王征战沙场 小人一个小小行李 未被言轻 求大王也没用 那就救不出 庞元帅 让庞元帅 祈求大王 庞元帅已经尽力了 留你一条性命 该知足了 兄弟 兄弟 我求求你了 兄弟 别伤我的腿 别伤我的腿 我还要伤我的腿 我还要正战沙场 正战沙场 孙兄弟 我对不起你 孙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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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醒了 孙兄 是不是疼得厉害啊 孙兄 都怪我 我不该让你去向大王请假 孙兄 孙兄 你 该死 孙兄 换我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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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兵家 若不能挣扎杀杖建功力 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 孙兄 小弟一定想办法吃好你的腿 让你站起来 我再也站不起来 不 孙兄 能站起来 小弟姓名向你担保 你的腿一定能治好 我一定找最好的医师 让你重新站起来 你别再安慰我 没有一个受过病性的人 还能再站起来 孙兄 我能让你站起来 我有一个朋友 也被大王处于病性 是我给他找的医师 让他重新站起来的 当真 千真万确 小弟若有半句假话 死在乱箭之下 贤弟 你怎么又发自重视 不发重视 不足以让你相信 孙兄 我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腿 请你相信我 贤弟 我相信你 孙兄 你就安心 在小弟的腹上 好好养伤 中立秋 在 你要好好照顾孙先生 不得有误 是 元帅 孙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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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袁帅 你叫小女来有何吩咐 孙先生的腿怎么样了 他还是不能走 你把这些兵书带给孙先生 让他接姐妹 是 致我这旁军也 先生 龚元帅说 这几军兵书是他在为国征战的记录 他说不但能给你解闷 还会对你运用孙子兵法 有所帮助 龚元帅说得对 兵法 他毕竟是朱箭上探兵 只学不用永远无法带兵打仗 龚元帅 他还说 世上只有先生懂得孙子兵法 如果先生再有了征战的经验 那将天下无敌 龚元帅 真的打仗 可惜我的腿 即使有了征战经验 也不能天下无敌 可惜了孙子兵法 先生别灰心 龚元帅说 你的腿一定能治好的 你们别再爱慰我了 我知道我的腿 真的 龚元帅说 他一定能给你找一个世上罪 姑娘 你去把龚元帅叫来 告诉他我有要事找他 去吧 孙兄 赵小弟 有什么事 贤弟 维兄对不起你 孙兄 你这话从何说起 是不是小弟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是维兄错了 你越说小弟越糊涂了 贤弟 不瞒你说 当初我没打算把孙子兵法告诉任何人 当然也包括你 这我知道 孙兄上次说过 这是鬼谷先生的意思 孙兄 小弟对孙子兵法 无任何奢望 但是今天 我准备把孙子兵法传给你 不 孙兄 这是违背使命 上天会惩罚你的 上天怎么会惩罚我呢 孙子兵法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鬼谷先生 作为一个兵家是没有任何理由让这部兵法到我这里为止的 鬼谷先生精明过人 又会张挂 你瞒不过他 我干嘛要瞒他呢 我把事情告诉他 他会了解我的 贤弟 你快去叫人拿笔墨竹简来 从今天开始 我就为你写孙子兵法 不不 孙兄 不行 这万万不行 你怕什么 即使鬼谷先生怪罪的话 他怪罪的是我也不是你 正因为如此 我才更不愿意接受 孙兄 小弟为人 一向把情意放在第一位 如果为了一部兵法 让孙兄受委屈 小弟宁可终身遗憾 也不要这部兵法 孙兄 你听小弟一句话 按照先生的嘱咐去做吧 贤弟 我问你 不是一个出色的兵家 他能运用好孙子兵法吗 不能 那当局世上还有哪一位兵家 能胜过你我二人 好像没有 我问过给我看病的医师 他告诉我 即使我的腿将来能走路 也不能再吃上讲场了 孙兄 小弟在跟你找更好的医师 他说他就是最好的医师 我让卓丽姑娘问过别人 别人也都这么说 你别听他们的 他们说的不是实话 那你说实话 他是最好医师吗 不是 你敢启示 贤弟 你的好意我明白 我身为一个兵家 不能吃成疆场 留着孙子兵法有何用 所以我决定 把孙子兵法传给你 因为只有你 才是一个与我同样出自的兵家 才不会辱墨孙子兵法 你说我把这个道理告诉鬼谷先生 他还会怪罪我吗 孙兄 孙兄 贤弟 小弟绝不辜负你的期望 定让孙子兵法 为真天下 孙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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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三十六计中的第十计 其意是表面友好 暗藏杀机 庞娟为得到孙子兵法 孙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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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害孙 孙兵 要知孙兵如何摆脱危险 请看下集 假吃不颠 孙兄 好 贤弟 兵法写了多少了 写好第一篇了 小弟想拿回去 异得为快 贤弟既然如此心急 那就拿回去看吧 不过 孙子兵法 玄妙精深 只亏一般难得全貌 根据我向鬼谷先生 学习兵法的体会 还是先知全貌 再求身解为好 孙兄说得极是 还是 等孙兄将兵法全部写出 小弟再拿回去败毒 到那个时候 孙兄一定要为小弟 细细地讲解 贤弟 我既然已经答应你 把兵法传授给你 就一定会毫无保留 小弟不耽搁孙兄的时间了 孙兄尽快写出兵法 让小弟尽快了解 其中的玄妙精深 好 姐姐 孙先生已经能下地走路了 一时说 再过十几天 他就能像常人一样 行走自如了 即使如此 他也不能驾车征战 男人不能驾车征战 跟废人有什么两样 只要他能像常人那样生活 我就心满意足 你真的喜欢上孙病了 打算嫁给他 庞元帅已经答应了 他可是个国家的罪人 你跟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不 他不是国家的罪人 庞元帅说 他是受冤的 等孙先生抄写完孙子兵法 他就向大王上奏 还要为孙先生招雪 还要让孙先生当军师呢 嗨 傻妹妹 这些兵家讲的就是叙叙实实 真真家家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假话说得跟真的一样 姐姐 你总是把别人想得这么坏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姐姐走南重北 什么没见过 听姐姐的 没错 我不听 庞元帅即使说错了 我也相信 即使孙先生不能招雪 我要嫁给他 我喜欢他 婚姻大事 父母做主 父母不在了 姐姐做主 我不许你嫁给孙婢 你 你要是不答应我嫁给他 我就死在你面前 你把姐放下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再放下 求 姐姐都是为你好 你现在不听姐姐的 将来要后悔的 后悔就后悔 我认了 你现在必须答应我 求 答应我 行 姐姐答应你 好吗 把钱放下 姐姐答应了 把钱给姐姐 来 给姐姐 我永远不会答应你的 你 你要是不答应我嫁给孙先生 我还会去死的 你站住 你去哪儿了 我去元帅府 去照顾孙先生 元帅 孙病十几天 才写完了兵法的第一篇 这十三篇 要写到什么时候 我都没有急 你急什么 我是怕时间长了 他看破了元帅的用意 有意的拖延时间 不会 他之所以写的慢了一些 是怕抄写有误 每一句话都要反复的斟酌 元帅 我觉着 还是催一催为好 孔夫子说过 欲速则不达 我要的是 一字不差的孙子兵法 再说 如果催得急了 孙病反而会起疑心 孔存月 你担心的 不是兵法 而是中立秋 对吗 不 我完全 都是为了元帅着想的 你瞒不了我的眼睛 你是怕时间久了 中立秋真的成了孙病的人 不完全是 我本来不想 让中立秋和孙病加戏成真 可是后来想起来 孙病也够倒霉的了 我们毕竟同窗三年 我想在他有生之年 尝尝女人的滋味 也算是 尽了我同窗的情分 工作业 你不要为了一个女人 坏了我的大事 以后 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女人 我动手 你很好的 我让你们别走 我动手 我不是一个人 你别走 你一会儿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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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别走 你别走 我走 你别走 我可以这样 我的性格 你别走 我对我 我帖你去 什么事儿 外面有人找你 他带了很多礼物 什么人 他不说 只说有要事相告 叫他进来吧 是 公孙先生 没想到吧 你是 赵黎大夫 施敬 施敬 我现在不是大夫 是商人 商人大夫都一样 来 坐 你一定是为了中山国的事而来吧 就算是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点小意思 赵大夫 我是不会为了这些珠宝而出卖魏国的 我没有让你出卖魏国 那你想叫我干什么 在庞远帅面前说几句好话 让他不要进攻赵国 赵王不是宁可 国破身亡也不屈辱求生吗 那都是一时的气话 请公孙先生不要往心里去 我可以不往心里去 并且可以劝庞元帅不进攻赵国 但赵王必须把中山还给魏国 只要庞元帅答应不进攻赵国的话 我可以劝寡君把中山给魏国 赵王会听先生的吗 会的 此次我扮作商人前来求见公孙先生 就是寡君的意思 赵先生如此之说 那这些礼物我就收下了 公孙先生 听说庞元帅府中有一个叫孙斌的人 你问他干什么 我听魏国的百姓说 他精通孙子兵法 是个难得的将才 因为想回齐国 被魏王处以兵刑 成了废人 永生不能受到重用 公孙先生 可有此事 不错 确有此事 公孙先生 我想见见他 你要见他干什么 我想问问他愿不愿去赵国 赵先生 你太异想天开了 庞元帅是不会放他走的 所以 我才求公孙先生 求我 我也无能为力 只要先生能让我见孙斌一面 无论他去不去赵国 我都会重谢先生的 说吧 我听你的 孙子曰 凡用兵兵之法 全国为上 破国辞职 全军为上 破军辞职 全旅为上 破旅辞职 全族为上 破族辞职 全武为上 破武辞职 十五百战 十五百战 百战 十五百战 非善之善哲业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哲业 先生 全国为上 破国辞职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也想当兵家 我只是随便问你 全国 就是使敌人举国屈服 这是上策 破国 就是击破敌国 这就刺一等了 我明白了 就是 让敌人屈服 比打败敌人 更了不起 对吗 忠利姑娘 你要是个男人 我就教你兵法 让你成为 支撑将场的将军 我才不想当将军呢 可我姐姐想当 先生 你教他兵法吧 他一定非常高兴 不行 你姐姐 是女人 女人 学了兵法 没用 女人为什么不行 我姐姐说了 女人也会杀人 也能带兵打仗 这是你姐姐说的 当然 别人 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 我记得你说过 你姐姐去过鬼谷 对啊 她是去学兵法 可鬼谷先生 没有收他 当时 她是不是女扮男装 可能吧 她最爱女扮男装 我想谢谢你姐姐 可她不愿意见你 为什么 我 我了解我姐姐 她不愿见 瞧不起女人的男人 我没瞧不起女人 我只是说女人 不适合学习兵法 这就是瞧不起 我姐姐最讨厌那人 说女人不能学习兵法 先生 你要是教她兵法 她一定会见你的 不信 我不能为了要见你姐姐 就为被鬼谷先生 定下的规矩 你去见见她吧 这样 对你 对我 都非常必要 有什么必要 我 我想一辈子照顾你 可我姐姐 她不会同意的 你只要答应 教她兵法 她一定会同意的 我是个废人 你跟着我会受累 不 你不是废人 医师说了 你的腿支好了以后 你还会像常人一样走路 生活 可我再也不能支撑江场 一个兵家不能支撑江场 就是个废人 先生 你虽然不能支撑江场 可是 你有孙子兵法 你可以做军师 用你的智慧战胜敌人 这怎么是废人呢 先生 我说的不对吗 不 很对 谢谢你 这话都是我姐姐说的 她还说 你先生之才 定能扬名天下 你姐姐还说了什么 她还说 废元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利用我来讨好你 她怕我中了你们兵家的计谋 先生 你别生气 这都是我姐姐猜想的 你只要答应教她兵法 我相信她一定会答应我的 走 咱们见见你姐姐去 来来来来 那个对觉得就是生病 你是不是累了 要不然歇会儿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要不不去了 不是说好了吗 要不在酒馆坐一会儿 我去把我姐姐叫来 好 来来来 喝 来 先生来吧 请 小心 慢点啊 来 坐这儿 慢点 来 好好 来 给我吧 先生可以上菜了吗 再等一等 上点水吧 好嘞 来 我走了 快去吧 喝 大家 咱们男的一聚 今天都合一 姐 孙先生要见你 姐 什么 孙先生要见你 见我 不见 姐 他教你兵法 教我兵法 他是另有所图吧 姐 你去 还瞎想 孙先生他能图我们什么样 图你 他是想让我把你嫁给他 姐 你别气我了 孙先生还在外面等着你呢 你告诉孙兵 不要说教我兵法 就是让我当将军 我也不会把唯一的妹妹嫁给他 你 你别逼我 你要是再逼我 我 我 我给你看 干什么呀你 行行行 我去我去 我跟你去还不行吗 走 走啊 大哥 行 有多人不先大哥了吗 是啊 来 都喝一点 先生来了 里边请 好 我这有人了 先生 我只想坐一会儿 先生要点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 只想跟这位先生说几句话 先生 你不喝酒 是不能在这说话的 这样可以说话了吧 可以可以 谢谢 谢谢 先生 我没认错的话 你就是孙兵 先生 你怎么会认识我 你刚来魏国时 庞元帅高阶远迎 大王拜你为客亲 整个魏国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小人 崇拜先生之极 未见先生的尊荣 曾多次在你的府外等待 后来 听说先生 愿遭病性 小人 一直想去看望先生 无奈 元帅夫高强深院 小人无法进入 感谢先生 还记得 孙兵这个废人 先生 恕小人直言 你之所以成为废人 是因为有人性害你 何人 庞绢 姐姐 你走快一点不行吗 孙先生都等急了 姐姐 到了 有 二位小姐来了 里边请 刚才坐在这里的 那位先生呢 不知道 跟一个商人出去了 出去了 他去哪了 出了门 往右走了 你们二位刚才所说 有什么证据 当然有 你看看吧 这就是你交给那个 自称叫丁乙的齐国人 带给你兄长的信 这上面多余的字 就是旁娟写的 孙先生 如果你想见到那个 自称丁乙的人 我可以把他找来 不必了 不过我想知道 公孙先生 为什么要把 庞绢的阴谋 告诉我 因为我看不惯 他这种 逼比的作为 还有呢 他 给了我许多珠宝 那么这位先生 你呢 你又是为什么 我想得到先生 公司先生 我想跟这位先生 单独说几句 可以吗 好 多谢先生 请问先生 尊姓大名 你知道我的姓名 没有用 我只能告诉你 我是赵国人 刚才先生说 要想得到我 是不是想带我去赵国 我那是说给他听的 那为什么先生 要让我知道 谁是真相 魏国的军队 时刻威胁着赵国 我不想看到 魏国的元帅 得到孙子兵发 如果先生 把我带到赵国 我会帮助赵国 抵御魏国的 不行 我的国家 现在还不能 因为你一个人 得罪强大的魏国 看来我真的 要死在魏国了 先生 是在人为 不想死就不会死 先生 只要你听公孙先生的 他就会设法保护你 到时候 我会来接你 孙先生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这位先生 也一定会来 你还是 赶快回去吧 要是回去晚了 庞元帅 会起疑心的 大爷 看到一个腿不好的 从这走过了吗 没有 孙先生 孙先生 你倒是说话呀 孙先生 你这是怎么了 你倒是说话呀 孙先生 你要是有什么难事 你就告诉我 我能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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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先生 你倒是说话呀 你倒是说话呀 孙先生 你有什么难事 你可以告诉我 你倒是说话呀 公孙先生 你快去叫王元帅 孙先生 他不吃不喝 也不说话 他 他病了 你赶快叫他请医师来 众里公娘 孙先生 得的是心病 用不着请医师 那他到底遇见了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一直和他在一起吧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在路上遇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这样子了 躺在那 我问他什么 他什么都不说 那 那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让孙先生 躺一晚上 安静的想一想 明天 他的心病自然就会好了 那要是明天好不了呢 我保证 明天一定会好的 你先回去吧 不 孙先生要起业 我还是留在这 你还是回去吧 这儿 有我照顾孙先生 那 回去吧 好吧 那就拜托了 放心的回去吧 走吧 孙先生 其实 我不是为了黄金 是为了钟离秋 如果你答应放弃他 我不但可以保你活命 还可以答应那个赵国人 接你去赵国 如果不放弃中离秋 你不但得不到的 还会因此 丢掉你的性命 你自己 好好想想吧 任心献恶 为了得到孙子兵伐 却忍不顾兄弟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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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走不走走 跑不能跑 难道真死在这儿不成 你下山后 如果遇到大难 你就打开这只锦囊 里面自有妙计 钟卦 充满生的艰难 要向求生 明明的都 暗中可动 门卦是愚昧幼稚 明里装作愚昧幼稚 暗中便可逃脱 钟卦御时的艰难 明里装作愚昧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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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哭又笑 又砸又闹 把焯好的冰法全都给烧了 你快去看看吧 孙兄 你怎么了 孙兄 你怎么了 孙兄 你有什么事情告诉小弟 小弟一定为你做主 你爱我 我有天兵天将保护 你奈何不了我 为我完了 我现在已经成了废人了 为国再也没有人领兵打仗了 胡叔 为国有庞元帅领兵打仗 真可说无将 鬼谷先生 他没有害我 鬼谷先生 你救救我吧 救救我吧 鬼谷先生 孙兄 我是庞娟 不是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 你救救我 你一定要救救我 鬼谷先生 孙兄 先生救我 我又杀你死 鬼谷先生 他不是鬼谷先生 他不是鬼谷先生 你放了 鬼谷先生 你放了 鬼谷先生 你放了 鬼谷先生 你杀不了我 我的天兵天将保护我 你杀不了我 我有天兵天将 他们已经把你包回了 你走不了了 原帅 怎么样 还是昨天那样 我看他是真的疯了 他怎么会平白无故地疯了呢 这里面一定有诈 可元帅对他恩重如山 他不应该欺诈元帅 他会不会知道我的用意了 不会吧 除了元帅跟我之外 元帅的用意是没有人知道的 那他怎么会疯了呢 我估计他是恨疯的 恨我 不 他恨大王 你想 大王对他动用病情 毁了他的一生 久恨之下 他必然丧失理智 昨天下午我在街上碰见他的时候 他就口口声声地说要找大王算账 这么说他是真的疯了 我看是的 来人 元帅 把孙斌托入竹圈 是 元帅 孙斌虽然是疯了 但他毕竟是你的铜窗 你这样待他 恐怕世人会说你无情无义啊 我倒要看看 他是真疯还是假疯 你谁 你是谁 是为王派来的 你害死我 滚 滚 滚 孙先生 孙先生 来 请用饭 你也是为王派来的 你害死我 翻里有毒 我没放毒 我是看先生太可怜了 所以瞒着庞原帅给先生送饭来了 来 吃 来 孙先生 吃 吃 有毒 有毒 你要害死我 你要害死我 天壁天将快给我打 害死我 他要 害死我 害死我 天壁天将 原帅 原帅 孙殡 真的疯了 我给他端去饭菜 他说有毒 我一气之下 给他端去了泥块 和粪便 他端起来就吃 抢都抢不下来 好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难道孙殡 真的疯了 原帅 孙殡如此疯爹 装是装不出来的 我问你 孙先生到底犯了什么法 你把他关进猪圈里 如此虐待他 众理姑娘 庞原帅 并没有虐待孙殡 是他自己疯了 非要住到猪圈不可 你胡说 昨天晚上 孙先生还好好的 怎么会疯呢 昨天晚上他就这样了 不吃不喝也不说话 这你都看到了 他就是疯了 你们 你们也不能把他扔到猪圈里 不管了 众理姑娘 我和孙殡 情同手足 我不会不管他 我把孙殡交给你 只要你好好带他 他的病 一定会好的 元帅 请你放心 我会做到的 先生 你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难道你这是真的疯了吗 先生 我是邱 我是中理邱啊 先生 先生 我是邱啊 先生 你说话呀 说话呀 你 你一定要洗我的血 你别不了我 你想害死我 你是为我派来的奸细 不 不 我不是奸细 奸细 我是真心的 对你好啊 你为我愿意 奸细 你不认我 我活在世上 还有什么用 我有天为大家保护 孙先生 你回答我 你到底想不想要我 你回答我 你真心 你拼不了我 你骗不了我 我不骗你 我是真心的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你是为我派来的奸细 我要替别人家保护 你害不了我 你滚 快出去 真心 忠丽姑娘 你也疯了吗 真心 庞元帅 我求求你 救救孙先生吗 孙先生真的疯了 我求求你 你救救他 你救救他 我求求你 你看我这套罐 要害我 怎么样 踩着吧 要害我 这个 风风天天去去去 一边去 有人要害我 干什么 走走走 你看我这套罐 你别给我打了 走走 为我要害我 行了 你走回你 要害我 为我要害我 走走 你滚开 哎呀 他打起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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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要害我 你还走走 走不走你 走不走 你 碰碰干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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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了你 为我要害我 天兵天将快来救我 又来了呀 又来了呀 又来了 你把糟 你把糟 滚开 滚开你 哎 哎 哎 走来 你别管 走 袁帅 孙兵 太惨了吧 为我要 我总觉得 孙兵疯得蹊跷 为我要害我 到现在 回原谅 袁帅还是不相信他 嗯 对孙兵这样的人 不能不防 为我要害我 看 你怎么招开 你不要 你不要 看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找死了 你 他怎么办 天兵天将快救我 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天兵天将快救救我 回王要害我 快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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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救救我呀 魏王要害我 快救我呀 假吃不颠 为三十六纪中的第二十七纪 意思是假装糊涂 深藏不露 如同雷云入冬 囤聚隐没一样 孙斌用此纪骗过旁娟 避开杀身之祸 然而 孙斌尚未彻底脱离险境 要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金蝉脱鞘